男人发生车祸被货车撞翻在地 货车司机没买保险选择肇事逃逸 学校保安见状急忙上前实施救援 可是当保安蹲下查看车内情况时 车上的男人却消失不见了 就在路人感到惊奇的时候 另一时空的同一地点 男人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他已经从2020年穿越到了2010年 当他按照约定来到大学教室寻找教授时 推开门发现年轻女教授 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而之前那个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尹太一教授 现在却坐在教室前排 成为了尹太一同学 郑谦急忙走到他身边对他嘘寒问暖 可尹太一却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人 而老教授却把他们误认为是情侣吵架 他让两人到教室外面去处理 同学们听完却开始起哄 让他们在这里继续调情 为了缓解尴尬太一抱着书就离开了教室 郑谦追出来询问他到底认不认识自己 但是却被太一一口否定 他表示并不认识郑谦 当郑谦询问太一现在多少岁时 他发现太一现在比2020年小了整整十岁 郑谦听完急忙抓住太一的手 询问他现在是几年 结果太一告诉他现在是2010年 今天是看超级月时的日子 如果今晚真的是2010年的超级血月夜 那么今晚也是母亲遇害的日子 郑谦听完当即就往电话亭跑去 放入硬币后他急忙拨通了家中的坐机 分气 语啥 分付一下 分二 分酷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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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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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接完电话后感到莫名其妙 于是她就来到郑谦的高中学校 她询问郑谦刚才打的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010年的郑谦并不知情 她说电话并不是她打的 她让母亲不要理会 说那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 而此时2020年的太医一直在给郑谦打电话 可郑谦的手机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打不通 于是太医便来到郑谦工作的警局 想要在这里问问情况 但却在这里遇到郑谦的青梅竹马金度言 金度言说她也找不到郑谦 还说郑谦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她责怪太医 说郑谦是在遇到她之后才消失的 而另一面 穿越到2010年的郑谦从大学学校赶到家里时 天已经黑了 而此时的天空中 确实挂着一个血红色的大月亮 她急忙往家中跑去 但是在窗外时 她却看见了2010年的自己和母亲在屋里庆生的画面 郑谦还没有来得及进门 就看到铁门外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 男人发现郑谦之后撒腿就跑 然而当郑谦追上去的时候 她的母亲也出门了 十年前的一幕再次发生 母亲从小卖部买完酒缸出来 就遇到了2050年派来的飞行器 此时的郑谦也追到了门外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因为这个男人十年前在她母亲遇害时也出现了 所以郑谦把她当成了杀害母亲的凶手 她以为只要提前阻止男人就可以避免母亲遇害 可男人却焦急地告诉郑谦没时间了 她说郑谦的母亲现在有危险 让郑谦赶紧去救她的母亲 郑谦听完当即就往家中跑去 可是当她回到家中时还是晚了一步 母亲还是和十年前一样躺在了家中 郑谦哭泣着把母亲抱进怀里 而母亲看到郑谦的那一刻 她一下就看出眼前这个儿子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她说她很高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看到长大后的儿子 母亲和郑谦寒暄完就让郑谦把时间卡拿出来 她拿着时间卡按下启动按钮 然后把郑谦的手放在时间卡上 母亲说她要把郑谦送回到2020年 还让郑谦以后不要再穿越到这里来 郑谦哭泣着询问母亲到底是谁把她害成这样 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得到母亲的答案 就被送回了2020年发生车祸的大学校门前 哇 分开